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明镜头条节目 今天 我们将深入探讨犹他州州长斯宾塞 考克斯的政治转变 这位曾经与唐纳德 特朗普保持距离的共和党人 为何在最近的事件中突然拥抱了这位前总统 考克斯在2016年和2020年都没有支持特朗普 并对其煽动国会暴动的行为表示谴责 然而 随着特朗普遭遇暗杀未遂后 考克斯的立场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 甚至在阿灵顿国家公募的争议中 考克斯被指控违反了联邦法律 使用了与特朗普的合影进行选举筹款 这一行为引发了政治界的广泛讨论 许多人质疑考克斯是否出卖了自己的价值观 并对他的支持者感到失望 正如一些政治学者所指出的 这一转变不仅危及考克斯在犹他州温和派选民中的声誉 也可能对他在共和党内的影响力造成负面影响 这一事件再次凸显了特朗普在犹他州的受欢迎程度不高 并且考克斯的选择可能会让他在未来的政治生涯中面临更多的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这篇文章来自《独立报》 它以客观公正的新闻报道为宗旨 致力于追究权力并揭露真相 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中 这样一份不带有任何议程的报道显得尤为重要 几个月前 犹他州州长斯宾赛 考克斯 史宾斯 还是少数几个 与唐纳德 特朗普保持距离的共和党人之一 考克斯在2016年和2020年都没有为特朗普投票 并且明确表示他不会在今年的选举中支持特朗普 考克斯坚守的政治品牌 以团结和尊重为核心 与特朗普的粗暴风格明显对立 特别是2021年1月6日的国会暴动后 考克斯对特朗普的态度更加坚定 他认为这是不可容忍的行为 然而 几天后 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次集会上 遭遇暗杀未遂 这一事件促使考克斯重新考虑了自己的立场 考克斯给特朗普写了一封长信 解释说特朗普在暗杀未遂事件中的挑衅反应 促使他重新评估了自己的立场 并最终决定支持特朗普 考克斯在信中表示 他相信特朗普能够通过强调团结 而不是仇恨来拯救国家 他写道 你可能不太喜欢我 但我想让你知道我承诺支持你 然而 这封信并没有换来特朗普的支持 特朗普并未在考克斯的连任中 给予公开支持 最近 这对关系再次成为关注焦点 主要围绕阿灵顿国家公墓发生的一场争议 特朗普的工作人员 与公墓官员发生争执后 考克斯在竞选筹款电子邮件中 使用了他与特朗普在墓地的合影 这一行为 违反了联邦法律 因为联邦法律 禁止在国家公墓内 进行与竞选或选举相关的活动 阿灵顿官员表示 这一规定在仪式前 已经广泛传达 仪式是为了纪念 包括一名犹他州人在内的13名 在阿富汗撤军期间爆炸中丧生的军人 对此 考克斯的竞选团队迅速道歉 承认不应将纪念仪式政治化 相比之下 特朗普的团队坚称 他们获得了在限制区域拍摄的许可 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视频 其中包括他和考克斯在墓地的场景 这段视频配有特朗普抨击 拜登政府撤军灾难的旁白 这些截然不同的反应 进一步凸显了 两人在政治风格上的巨大差异 也引发了人们对考克斯 为何选择支持特朗普的质疑 尽管特朗普在暗杀未遂后 明确表示他不会改变自己的做法 杨柏汉大学的政治学教授 克里斯·卡布韦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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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出 考克斯可能是为了支持一个由他家庭 而参与了这场纪念活动 这是一个值得称赞的目标 但与特朗普在一起 他被卷入了一些道德上的困境 卡布韦茨认为 考克斯让自己妥协了自己的价值观 这种情况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在 与特朗普结盟的政治家身上 考克斯突然的转变 并没有得到他一直努力争取的 温和派选民的支持 来自奥勒姆的凯尔·道格拉斯 凯尔·戴格里斯表示 考克斯选择支持一个 不分享他价值观的总统候选人 他失去了对州长的信任 另一位普罗沃的居民 路西·赖特·Lucy Wright 更加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的强烈反对 称特朗普是考克斯政治遗产上的 大橙色污点 卡伯维茨教授也对考克斯的转变感到惊讶 他认为考克斯相信 特朗普可以成为国家团结的象征的想法 是天真的 许多犹他州人发现 很难理解为什么考克斯会认为 支持特朗普能帮助他在政治上取得进展 这一决定可能会削弱考克斯 在他温和选民基础上的声誉 对于赢得特朗普 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 的追随者也帮助不大 这些人在今年的州共和党大会上 对考克斯抱以虚声 尽管与特朗普结盟 可以提升一些共和党人的政治形象 但在犹他州 特朗普的影响力并不大 犹他州是一个传统的共和党堡垒 但对特朗普的接受程度不高 特朗普的分裂性言论 和对难民及移民的评论 不受许多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成员的欢迎 犹他州约有340万居民 其中约一半属于摩门教信仰 作为一名后期圣徒 考克斯表示 他相信上帝在拯救特朗普的生命中起了作用 甚至称其为奇迹 在考克斯给特朗普的信中 他明确表示 并不寻求内阁职位或团队中的角色 但他告诉大西洋月刊 他意识到 如果不站在特朗普一边 他在党内就无法拥有更大的影响力 尽管没有公开表达竞选全国职位的愿望 考克斯通过担任全国州长协会主席 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他作为主席的倡议 更好的分歧专注 于恢复政治中的文明 特朗普的支持 正是在考克斯 轻松击败狂热的特朗普支持者 一个月后到来 莱曼在2020年总统选举后 宣扬虚假的选举欺诈说法 鼓励他的支持者 在11月的选票上 写上他的名字 而不是投票给考克斯 尽管没有州内Mega派系的支持 考克斯仍有望击败 他的民主党对手 考克斯并不是第一个 被吸引到特朗普身边的温和派共和党人 也不是第一个来自犹他州的 米特 罗姆尼 梅特朗姆尼 在2016年选举中 曾是特朗普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 但在特朗普胜选后 罗姆尼与总统共进晚餐 讨论在特朗普政府中 担任高级外交职位 会后 他甚至赞扬了特朗普 但后来又回到了 成为特朗普最激烈的 共和党批评者之一的立场 这篇文章揭示了一个复杂的政治动态 考克斯从与特朗普保持距离 到公开支持他的转变 不仅在他个人的政治生涯中 引发了广泛讨论 也让人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到 政治联盟与个人信念之间的 矛盾与妥协 这一事件 不仅是对考克斯 个人政治道路的一次重大考验 也反映了当前 美国政治环境中的 复杂性与多变性 欢迎大家进入 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好吧 各位 让我们来看看 考克斯州长的转变 这难道不是一个 精明的政治策略吗 他看到了特朗普的影响力 尤其是在共和党内的 基层选民中 这些选民掌握了 党内初选的力量 考克斯知道 如果他不靠拢特朗普 就会在政治生涯中吃大亏 这不是背叛自己的价值观 而是现实政治的考量 毕竟 政治从来不是游戏 而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哦 楚天书 你真是太天真了 如果这是什么精明的政治策略 那只能说是个非常糟糕的策略 考克斯的转变 让他失去了那些曾经支持 他的温和派选民的信任 就像犹他州的洛西赖特说的 特朗普对考克斯的遗产来说是一个大橙色污点 你知道吗 这就好比拿破仑决定和他最大的敌人握手 以期望自己在对方的地盘上生存 结果只能是被出卖 谢奇奇 你这样说就有点过激了 说到拿破仑 他可是个战略天才 他懂得什么时候该妥协 什么时候该进攻 考克斯的转变 或许只是他为了大局而做出的短暂妥协 再说了 政治家的职责是服务于最大多数的选民利益 有时候不得不做出一些看似不合常理的决定 就像温斯顿丘吉尔说的 你不能总是让所有人满意 但你可以让最多的人满意 啊哈 楚天书 你把考克斯比作拿破仑和丘吉尔 这真是让我笑出声来了 考克斯的这种转变 就像是奥斯卡颁奖礼上 突然宣布最佳男主角是自己颁奖给自己的那种尴尬 这不仅让人怀疑他的政治诚信 还让人对他未来的领导力失去了信心 要知道 政治从来都是一场伦理和现实之间的角力 但考克斯这次明显站错了队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